跳繩強身心 健堂仲主恩2024 正式開始 今天第一次跳繩 今天真的很辛苦 不過很有意義 你是不是第一次跳繩? 是呀是呀 很久很久 小時候跳過 之後沒有跳過 所以今天第一次怎麼跳繩呢? 10位太快快 你有沒有計算過你自己跳了多少下? 我想過50下我應該跳了五六下 即是連續跳 我伯母的小朋友可以這麼輕易跳 這方面是好的 長江後浪推前浪 好好 我想跟家長說 記得給你的兒女做運動時間 還有去玩一下 他們讀書才讀得好